如果你經常覺得怎麼那麼累 然後每次流行性感冒都有你的份 小心喔 這可能是你身體長期缺乏微量元素礦物質所導致的 很多的病現在目前也知道 大概都跟吃有關係 甚至我們在醫療體系裡面 今天方醫師也來了 很多的藥其實就是開出營養素 營養素來幫忙 所以有很多因為營養不足造成的疾病 現在目前區分會這麼多 就算你現在目前看到這些東西 大家也都吃得很不均衡 你比如說像有些美女 她都不喜歡吃碳水化 會怕 到了那個 我不能吃電腦 我吃電腦會胖 吃太多對身體影響非常的大 事實上我們台灣人確實是肉吃太多 我們吃肉的比例 可以比美德國跟美國 然後但是吃蔬菜的比例 卻是差得很多 那我們現在熱量過剩 其實脂肪吃得很多 尤其是爛脂肪吃得很多 像大家都知道所謂什麼 飽和脂肪嗎 就飽和脂肪 反式脂肪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回收油 回收油也是爛脂肪 吃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整體來講 你可以看得到呢 我們這些營養素每天吃的時候呢 是非常不便宜 我們大量吃不夠的 像這個什麼 纖維素是絕對是吃不夠的 蔬果了 纖維素 另外像水混 我們攝取普遍不足 普遍 不是每一個人 我們今天就講小小一件事 礦物質就好 礦物質還有這麼多 基本上我們分成 巨量元素跟微量元素 巨量的意思是說 我們美人每天需要在 100毫克以上 就叫做巨量 所以因此這些東西 通通都是差不多 100毫克以上 比如說什麼甲啦 鈣啦 鈣啦 都是上百的 那微量的意思呢 大概差不多在10毫克以下 那有的都是用微克計算 是連毫克都到不了 也就是說呢 一點點一點點就夠了 對 但是呢 還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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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在微量元素裡面 這些微量的東西 也就在大自然界 其實我們也很難碰得到 這些東西呢 其實又分為必需 可能必需跟不必需的 不必需的 就是我們下的鑰匙 你千萬別來 來了我就累 比如說屢吃太多的 老人失智症 千吃太多 自力退化 拱吃太多 中毒死亡 中跟輕的代表 你們覺得平常的蔬果 或各樣的維生素 攝取得足夠嗎 我們家是做吃的 然後本身也是廚師 那我們家休假 第一件事情就是 吃飯店的buffet 但是呢 那你都挑什麼吃 肉 牛奶 柴鮮 對 可是我覺得現在很大的問題是 他們不知道怎麼去攝取食物 像我們家都吃得很豐富 但是我媽媽的身體就反而是屬於比較不好的 就像我們你們講的 其實在表上面的這一些元素 可能以前是上化學課的時候 對啊 被問他們 對 但是你真的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根本就 我們完全是不曉得說這個東西 對啊 會含有什麼微量元素 或者是有什麼元素 我們根本不清楚 所以我們不知道我們吃進去是夠還是不夠 對 對 你講的真好 對 頂多說我們可能知道 鈣可能要喝牛奶 我們剛剛講微量元素對身體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缺乏會怎麼樣嗎 微量元素在我們身體裡面有一個檢測上的一個難度 就是說像旁邊的巨量元素 我們常常臨床上在看病人在抽血的時候都可以檢測 可是事實上這些其他的微量元素是身體測不到的 所以反而我們必須從症狀 譬如說有些人臨床的表現是說 我不明原因的倦怠 或是身體哪裡不舒服 可是怎麼檢查好像都是正常的 這種情況下可能就會 那有些是不明原因的掉頭髮 或者是有些是莫名的消化不良啦 或是營養吸收不原 還有就是剛剛主持人在開場的時候講的 好像流感到了 為什麼有人就偏偏特別容易感冒 明明看起來很健康 可是卻比較容易得到感冒的問題 那就可能是免疫系統的問題 這些其實在臨床上的檢測都不一定找到答案 首先我們先看這兩個 一個是鐵 一個是心 為什麼要先看這兩個呢 因為這兩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 好像男女的攝取比例不一樣 那其實這是一個性別化差異的需求 大家可以想想為什麼鐵需要比較多 女生 它的劑量是15毫克 男生只要10毫克 他非常厲害 他非常厲害 因為我大媽好不好 回答 因為我每個月都會失血過多 你看 所以鐵從此就知道說 它是一個造血的基本原料 反過來 心 男生好像又要比女生多 對 房醫師這個他也知道 這個他也知道 他現在很需要心 他很懂 你講你講 我給你機會表現 我讓你講 我讓你講 我要不是男的 因為需要比較威猛的時候 害我害羞 體力要比較好 是嗎 是嗎 目前它是已知的 它是參與男性荷蒙的行程 包括前列腺素 或是一些雄性荷蒙 這些是有相關性的 所以男性的激素需要比較多 所以從食物帶出來呢 就包括一些新鮮的魚類 堅果類 還有肉類 那點呢 除了剛剛阿諾所講的 說差點酒以外 其實點最主要的是一個 甲狀腺素的一個功能 我們知道甲狀腺是維持 我們生理機能 所以點不足 大概甲狀腺就會有問題 那我想這個很清楚啦 紫菜 海帶這個都知道 那這兩個我覺得可以一起談 錫跟錫 這兩個其實是所謂的抗氧化劑 事實上它針對一些紫外線的照射 其實它都有一個恢復的效果 那在體內目前已經有證實說 它跟一些抗癌的效果 其實有相關係 銅呢 事實上它是幫助鐵的一個酵素 也就是說你銅呢 可以加強這個造血的一個效果 那至於膚呢 大家一定很清楚啦 就是牙膏裡面會添加膚 所以它目的就在於說 它可以保持牙齒跟骨骼的健康 那最主要就是來自於牛奶 還有蛋等等的一些成分 所以當你在臨床上 或是看了好多醫生 都找不到原因的時候 其實要回過頭來檢查自己的營養 到底你的營養素均不均衡 我們現在有個自我檢測表 我們一起來玩玩看喔 我們請兩位來賓舉圈插牌 莫名的長期食慾不好 疲勞 口腔發炎 嘴唇乾裂 有還是沒勒 我非常疲勞 我一天 就是我一直以來都 限到現在都還沒解決這個問題 已經大概持續一年多 就是我一天可能要睡 12個小時以上 是睡著嗎 就是我會一直睡不飽 然後我起床之後 我很快又會累了 所以我睡了10個小時 我起來 我可能工作了3、4個小時 如果我一回家 我可能又會再睡個4、5個小時 然後再起來 可能吃個晚餐 然後整理一下東西 我就再睡覺 迎接第二天的工作 哇賽 我很羨慕 那我就要選擇好了 為什麼 因為不夠疲勞是不是 不是 是因為你也太疲勞了吧 對啊 也太疲勞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的 就莫名 問一下方醫師好了 他這個情況是蠻嚴重的啊 排除掉一些 所謂器官系的問題啦 那真的有可能是 所謂的微量元素 或者是維生素B群補充 不足這類的問題 你很偏10嗎 我挑10 是 肯定 真的喔 那你都吃什麼比較多 我就吃方便快 然後飽的 那營養師你覺得他可能缺乏什麼營養素 因為其實他如果長期這樣疲勞的話 其實B群的缺乏其實蠻大量的 中間其實還有很多 例如像疲勞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也跟血液很有關係 如果說你的這個血液的紅血球不足 把氧氣帶過去的能力不夠的話 它也燒不起來 所以因此平血的人 基本上就容易疲勞 那都以為只有跟鐵有關係 其實B9跟B12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B9是葉酸 那B12是我們很特殊的一個 這個B群的營養素 老年人缺乏的非常多 而且老人缺乏之後 還可以造成失智症 而這個失智症是可以逆轉的 就是如果我們發現 它是B12缺乏造成失智症 我們可以用針劑把它扭轉回來 第二個症狀 眼睛乾澀沖血 並且容易嘴破牙影腫 有還是沒有 眼睛乾澀是 你眼睛戴太久吧 或是做過雷射手術是不是 沒有啦就是平常你覺得 就是乾眼的狀況 我是眼睛長上起來的時候 會那種覺得黏到我眼睛 都快髒不開 就是眼屎很乾 眼屎太多 對 然後那個 因為會怎麼會覺得它乾 那個眼屎是硬硬的 對 所以你會覺得髒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還刮眼睛那種感覺 你會不會真的是睡太久 它都乾掉了 因為我有做過雷射手術 就是眼睛有做過雷射 所以我一直想說 會不會是我的後遺症 有可能 怎麼容易嘴破啊 我想請問方醫師 應該是什麼狀況 其實這一部分 也是跟B群的缺乏有相關 但是牙齦這個部分 可能還是來自於C的不足 C喔 我們知道C不足 事實上會產生類似壞血病 那過去都認為是說 因為你吃的水果不夠 那因為它會影響到我們 牙齦這邊的一些血流 所以就有時候會特別紅腫 或是產生疼痛的感覺 那像嘴破的話 會比較跟B2缺乏 會比較有關係 口角炎啊 舌炎啊 舌頭會發炎 那其實跟眼睛乾澀 也有一些些關係 真的喔 它會造成腳膜比較沖血 然後會很乾 你就拜託 蔬菜水果多吃一點 你一點問題都沒有 每人每日的攝取量 應該是5份蔬果對不對 沒有 應該是579 我們一般來講 正常應該是579 但是因為579都吃不到 對 所以我們只好就是5蔬果 三題容易生氣 情緒化抽筋 有還是沒有 請舉牌 容易生氣跟 阿宏有囉 為什麼為什麼 這不是女生的一些症狀 對啊 容易生氣 情緒化 可能是個人 其實平常脾氣就不太好 容易衝動 對 我其實還蠻容易 就是一下好啊一下壞 應該是平常如果拍戲 錄節目 然後我另外的工作 其實都是在廚房忙 可是有時候在廚房做事久了 你就容易急 其實廚師的脾氣都不太好 氣氛高 可是我看你 我都覺得你人好好 對啊 我覺得你很斯文 這個只是表面的 我認為其實女生比較容易生氣 應該是有時候你可能睡眠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血紅素不夠 所以紅刃的氣色是鐵的事實 剛剛老師說的 其實鐵很重要 那它跟你的維生素C的作用 也會比較就是直接的效果 對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時候 如果很容易情緒化的時候 你的早餐就要改變了 那可能就要去補鐵 你就不容易生氣了 因為剛剛也講 鐵裡面還有你的血液裡面 要帶氧 所以這個都有很大的關係 早餐補鐵 那我早餐就可以吃牛排了 不 我不是 那要怎麼吃比較好 黑芝麻 或者是吃黑木耳 我都是讓就是我的阿姨 把這些東西紅豆打成 然後煮成飲料喝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黑芝麻 紅豆跟黑芝麻 我覺得抽筋這件事 是我覺得我的姐妹最多的 女生很容易 因為抽筋其實最多的就是 尤其我們台灣人愛喝茶 其實茶對鐵的消耗率是64% 真的喔 很高 然後咖啡是30幾% 所以你這個部分 如果你到抽筋了 那肯定 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鐵的事實了 台灣人最常講 抽筋就是缺鈣 這是台灣人最常講 對 常聽到 但是其實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它不是唯一 目前我們發現 在醫學界發現 缺鎂也可以抽筋 而且事實上 我們有遇過臨床案例就是說 這個女孩子經常抽筋 她原來以為是缺鈣 結果她補充鈣片之後 沒有改善 到醫院抽血後發現缺鎂 缺鎂以後 補鎂以後 她就不抽筋了 但是事實上抽筋的部分 我們還要分 它是單腳抽筋 還是雙腳抽筋 很有差喔 當然有差 因為如果是雙腳抽筋 比較可能是缺什麼缺什麼 因為你缺的時候 它是兩隻腳是平衡的 左右它都一定是平衡的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是單腳 那就問題來了 那絕對不可能是缺什麼 因為缺什麼不可能只有單腳 那缺什麼的時候 如果說是我們單腳的情況下 就比較 這個其實就腎上科的專家了 那我們可能有可能 比如說單側的血流出現問題 比如說是靜脈堵塞 動脈阻塞 都有可能 糖抽筋 腰痠背痛 睡眠差發現變矮 骨質流失 有還是沒有 這個好像沒有 腰痠背痛跟睡眠差有 真的喔 對 這我好像也都有耶 不過我覺得這好像是 腰痠背痛那個月經來的時候 我們腰痠背痛都會超嚴重的 然後睡眠差也常常發生 然後我們常常看高跟鞋 對 骨質流失也是女生比較容易流失 所以像我這個就沒有了 暗光下視力變差 皮膚變乾 粗糙 好 經常腸胃不適有還是沒有 請舉牌 有一下就可以舉 我的腸胃其實不太好 我很不想再舉圈你知道嗎 兩位都有 那我是看起來年輕 但是整個都還撩撩 真的 阿宏是怎麼樣的狀況啊 我其實腸胃其實不太好 有時候很容易脹氣 然後可能是我其實吃東西很快 因為平常的工作環境 所以我會吃東西很快 然後不然就一次吃很多這樣子 那其他說什麼皮膚乾燥 粗糙 不用講 皮膚那麼好 所以我都沒有 很討厭 我好像沒有這問題 方醫師這有可能是什麼情況 會有這樣子的症狀 大部分會影響到視力 就是所謂的維生素A A缺乏不足 因為A會影響到我們視神經的健全度 所以當A不足的時候 其實就會影響到 其實營養師可以建議一下 A從哪些食物會比較多一點 我們只知道胡蘿蔔嗎 其他都不知道 其實胡蘿蔔的貝塔胡蘿蔔素 它會在我們體內 會轉換成維生素A 對 那維生素A 除了醫師剛剛提到的視力之外 它其實在那個上皮細胞 還有皮膚啊 角質啊 黏膜啊 所以腸道的黏膜 其實跟維生素A缺乏也多少有一些關係 那維生素A除了胡蘿蔔之外 像玉米啊 還有顏色很鮮豔 像南瓜 番薯啊 這些還有生物的蔬菜 青椒也很多 對 青椒也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維生素A 對於皮膚跟聯膜的健全度就很重要 所以那譬如說現在人肺癌很多 那當時科學界就認為說 那肺癌都是跟這個肺脹的那個氣管裡面的 連膜細胞很有關係 所以他們就去研究說 那平常如果維生素A攝取很充足的人 是不是肺癌就降低的比較多 有嗎 確實是這樣 真的喔 對 但是他們後來又發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 就是說呢 有一群人卻是相反 就是正常人補充維生素A 平常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多 肺癌的那個就會降低 那哪一群 可是有一群人不行 什麼 抽菸的 非常非常奇怪是 對 就是抽菸的人補充維生素A 反而增加肺癌 所以那後來 那後來他們就有些這個 抽菸的人跟我講說 那我就不要吃維生素A 我說你錯了 你應該戒鹽 對啊 應該要戒鹽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皮膚乾燥 因為我們今天美容達人來到現場 因為女生很怕這個皮膚乾燥 剛剛講維生素A還有其他有可能的相關因素 季節轉換 像現在轉換 對 慢劑都會 對 那你自我的調節的皮膚的皮脂膜 油脂跟水分的平膨跟酸鹼度 它是根據你體內的調節能力來做的 味覺變差 伴有傷口愈合變得好的慢 容易掉頭髮 有還是沒有 請舉牌 這個就 沒有 沒有 兩位都不承認是不是 沒有不承認 所以我們是年輕人 可是傷口愈合的慢沒有這問題嗎 沒有吧 阿諾好像想承認 對啊 有一點點就是 就是變得很容易流疤 對 你有沒有覺得年紀越大越慢 對 就是它會 以前好像可能三五天它就會好了 現在它一個疤還會有時候還會熬下去 然後要到大概好幾個月 甚至有時候一年它才會慢慢平復 然後那個黑色素材慢慢淡掉 雖然我是少女啊 但是我的爸 你剛剛已經說話露出馬腳 你年紀已經大沒有辦法 其實味覺變差 傷口愈合比較慢 有可能跟心的缺乏會有相關性 那因為心它是負責我們組織再生 一個非常重要的 除了剛剛說 比較知道跟男性這個激素有相關以外 它對於全身組織的代謝 它去催化那個傷口愈合的酵素酶 其實它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吊髮除了心以外 其實還要考慮鐵 有些不明原因的吊頭髮 最後都發現是缺鐵性貧血的問題 那像那種產後吊髮也是缺鐵嗎 有可能 因為在產後 我們身體的鐵 它一段時間才會恢復它的補充 所以產後缺鐵其實有一部分 也會引起吊髮的一個原因 那心到底在哪些食物有 對啊 帶殼的貝類 蛤蟆 或者是一些海鮮 生蠔 當然像一些堅果像花生 還有南瓜籽 南瓜本身新的含量也很豐富 下一題 容易感冒 而且尿道感染經常會淤清牙移出血油還是沒有 我這個沒有 不過我想要幫我媽媽發問 因為我媽媽其實長期是尿道感染 然後而且她就是容易發炎跟會影響到膀 然後而且她這個變成是很像感冒 就是突然會有突然會有 講得非常好 對然後就是變成是查不出原因 她一開始是先去看 憋尿啊 對就是做餐飲嘛 然後她可能也是 醫生也說可能是壓力憋尿飲食 可是她一開始先去看婦產科 然後她最近又變得更嚴重 她現在又去看那個泌尿殼 其實我們一般如果單純性的泌尿道感染 比如說年輕的女性啊 這種得到大概就是注意一些局部的衛生 或者是說一個療程的治療大概就夠 但是聽那個媽媽這種狀況 好像是屬於反覆性 對 反覆性的除了要找出這些治療感染的部分以外 其實要找出原因 其實有一個可能就是說 類似膀胱功能失調啦 或是膀胱肌肉無力啦 甚至呢有些是屬於 它的結構上的一些異常 其實這個都要做進一步深入的檢查 尤其是說我們的標準是 如果是半年內超過三次以上的尿道發炎 其實就要高度懷疑是屬於一個氣質性的問題 這個氣質性就是包括膀胱啦 或是輸尿管 或者是它的一些結構 它的協調性的一些問題 那這些都有跟潛在的一些疾病有相關 比如說糖尿病的患者 特別容易產生這種神經性膀胱 可能就會反覆性的發炎 所以面對這些症狀其實都是先找原因治療為主 萬一其實都找不到原因了 最後再來考慮是不是營養素補充的問題 下一題 手腳容易麻痺無力腳踝浮腫 有還是沒有呢 也沒有 都沒有齁 都還在掙扎 我有腳 我腳很容易麻 是嗎 我覺得腳腫我會感覺不出來 因為我腿比較細一點 所以我那個腳是很容易麻 然後有的時候睡覺的時候 它是有點這樣脹痛會這樣子麻麻的 就是很難去形容 然後會走路走路會有無力感 方醫師它可能是怎麼樣 大部分會影響到所謂的腳麻無力這種 會跟甲離子的缺乏有相關性 尤其是剛剛有提到說你在飲食上面 好像缺乏蔬果的攝取 其實蔬果是我們甲離子含量最高的一個成分 那長期如果說甲離子不足 它就會影響到我們的肌肉神經的一些電位 那這電位不足的情況下 就會特別重新產生這種麻痺無力的症狀 你是不是真的很少吃蔬果啊 我蔬菜很少 但是水果人家不是說水果通常多數都是甜分嗎 你是不是吃香蕉 香蕉 香蕉吃我很愛吃香蕉 對 假的成分很高 香蕉我會吃 但是我可能其他就會比較少吃 因為他們說都是甜 那我不喜歡吃蔬菜 因為我常常吃太多 我都會在那邊想說 怎樣我現在是牛是不是 你就一定要吃 你就是缺乏維生素了 你還在那邊不吃 對啊 潘老師什麼最多秘方最多 老師今天要教我們 可以吃進大量微量元素的炒三鮮 對 我們為什麼要用這個海產呢 因為我們要特別跟大家講就是 在海裡面的食物呢 它的礦物質特別多 非常多的礦物質 還有我們的這個台灣雕 我們的國寶級的魚類 所以它有優質的蛋白質 而且它還有非常多的優質的油脂 還有非常多的礦物質跟微量元素 我們先把這個蝦跟花枝平鋪在上面 蝦子跟花枝鋪好以後 我們就開小火 那這個小火它乾燒這個蝦子跟花枝有兩個好處 一個就是它可以去腥味 第二個是可以有那種烤的那種香氣 就是好像你在烤肉的感覺 烤海鮮的感覺 都不用加油喔 先不用 因為這叫做乾烤 然後你烤好以後再把它翻面 我知道像有一些負責處理海鮮的師傅 他們其實一開始不是去爆香那些什麼 什麼蔥段薑片 反而是先爆香海鮮 對 先把海鮮的鮮味先炒出來 沒錯 對不對 你看你現在就聞到這個味道 我現在已經開始聞到烤的香味了 有耶 嚇死我了 它非常特別 就是你不要去爆炒它 你看你們 我看你們那邊也可能都聞到很多 對啊 那個海味的鮮甜都飆出來了 好香喔 等一下要喝下午茶嗎 所以像你如果平常在家芹菜炒花枝 你下次可以試不一樣的 先炒花枝 然後這差不多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倒一點油給它了 對不對 好 那倒一點油以後呢 你就可以把魚片下來 就是稍微炒一下 把魚片也炒熟 對 為什麼魚片不用先乾燥 沒有 魚片它乾燥不會有這麼大的香味 喔 這個飯很快就熟了 對 這個真的是美味 對啊 那待會兒我們的這些 所有的蔬菜我都是快炒 好 現在就可以把這個青椒 青椒煎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辣椒 辣椒片 對 青椒跟辣椒 很香喔 顏色很漂亮 它煎在蒜頭都還沒下 我每次炒菜 蒜頭都會被我炒得黑黑的 對 因為先爆香 那它就這樣炒一炒 都香味出來它也黑掉了 沒有 之前營養只有焦 火太大 火太大了 你就小火就好 因為我們真的很愛爆香 對 一定要有那個味道 大家都一定要爆 好 你的大蒜可以下來了 大蒜可以下來了 就是你一半先爆香 對 然後一半中後再加 然後你再下那個芹菜 然後最後蔥段 對 好 好 你可以準備一點點鹽巴 用手就下來了 你先蔥段下來 好 好 對 芹菜跟蔥段都下了 大蒜也下了 對 然後你一點點鹽巴 最後我給一點點水 為什麼還要再加水 因為我要把味道和進去 對 好香喔 好肚子 現在盛盤 馬上就要來試吃啦 哇 醬醬醬醬 炒三鮮 要準備的食材有 花枝 蝦仁 鯛魚片 甜椒 芹菜 蒜頭 辣椒 蔥 先將花枝與蝦仁乾煎出香味後 再放入橄欖油與鯛魚片 甜椒 辛香料 拌炒均勻 起鍋前又少許鹽調味即可享用 炒三鮮我們來吃吃看 好 吃吃看 好吃 而且都是吃到海鮮的原味 原味 好鮮甜喔 我覺得乾燒過那個味道更香 很香 而且就是 而且不會油 而且不會太濕 那個青椒那些蔬菜都還脆 就咔嚓咔嚓咔嚓了 營養師你覺得這道怎麼樣 營養滿份嗎 而且油跟甜椒搭配 為什麼 維生素A很豐富啊 最後中間有加油下去 其實可以 因為維生素A是脂溶性 這對我們的肌膚也很好對不對 對 因為有蝦有蛋白質 還有微量元素啊 所以它的催化是非常完整的 真的 這道我一定要學起來 太好吃了 好 連累 吃 點 點 驚 點 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